这个男人名叫卡萨迪 可下一秒 他就变成成了这个造型 原来这个化身为屠杀的邪恶共生体 其实就是毒液的儿子 那么这个比毒液更强大的屠杀 在后面与毒液的经典对战中 谁又能更胜一筹呢 影片开始 这个名叫艾迪的记者 在探访一个监狱重犯卡萨迪时 由于卡萨迪的一番言语嘲讽 瞬间便将艾迪身上的毒液给激怒了 在挣扎中 卡萨迪还趁机咬破了艾迪的手指 不过艾迪刚一离开 卡萨迪就把艾迪正在变异的血液给吞了下去 可当第二天 就在卡萨迪要被处决时 他的身体却出现了异样 随后从他体内还钻出了大量的监测 紧接着伴随一声巨响 一个红色的怪物就从里面冲了出来 这个屠杀不仅无视狱警们的火力打击 而且他在扔飞几个狱警后 只见他一声大吼 又把被关在这里的人全都给放了出来 然后他旋转着升向空中 拽过一名点狱长 就将其干掉了 随后他冲出大楼 迈着六亲不认的布防 则又变回了卡萨迪的样貌 而接下来卡萨迪要做的 则是要先把被关在另一个地方的女友尖叫给救出来 只见他将玻璃房包裹起来后 稍微用力 便将女友从里面给救了出来 可这时 一群警车也把他们给包围了 不过下一秒 屠杀就把他们的跑车给吊在了空中 紧接着他献出圆形 在空中则向周围的车辆发起了攻击 然而当一辆直升机开始向屠杀他们疯狂扫射时 屠杀为了掩护女友 直接便拽过一辆汽车进行格挡 不过她的女友尖叫 此刻却放出了她的绝招 伴随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屠杀反而背着高频的声音 震得变回了卡萨迪的形态 说完 他们便在一阵火光中逃走了 而另一边 就在这个男人正要被毒液吃掉时 只见艾迪拽着毒液 就把他关进了房间 而这个饿了很久的毒液 居然直接摇起了轮台 于是艾迪便来到陈太太超市 准备买些毒液爱吃的巧克力 无奈之下 艾迪只好让毒液来机场饱撒了一顿 可这时毒液发现 下面好像有一个坏人 于是他抓起男人 就要把他给吃了 不过最终艾迪 还是让毒液把人给放了 可他们刚一回到家里 毒液便被艾迪给激怒了 随后这俩人便在房间里打了起来 然而当艾迪被毒液困在天后板上时 只见艾迪按下警报信 就把毒液给震跑了 临走时 毒液还摆出了一个经典的手势 在离开迪在这的时节 虽然毒液能够不断更换宿主 并且还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但毒液内心却还是高兴不起来 然而就在警长 将卡萨迪他们逃走的事 告诉了艾迪后 艾迪则找来了女友安妮 并想让她帮忙去把毒液找回来 可当安妮来到陈太太超市 要打听毒液 最近有没有来吃巧克力时 安妮发现 原来此刻毒液就在她的面前 于是安妮便开始了劝说 说完 毒液最后还是选择原谅了艾迪 然而就在艾迪见到安妮后 毒液还是从安妮体内钻了出来 接着他抱着艾迪 安妮就跳了下去 但此刻毒液的冒脾气 却又上来了 并且他还要艾迪 向他真诚道歉 毒液才会原谅他 说完毒液就又回到了艾迪身上 不过他们刚一分别 安妮就被变种人尖叫给劫住了 随后尖叫一个投机 就将安妮给抓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毒液也从外面闯了进来 然而当毒液见到这个 不知道从哪来的儿子时 他却被吓得直接退了回去 艾迪为了把毒液弄出来 于是便允许他 可以把这里的人当作零食 紧接着毒液再次变身 就要跟屠杀进行对决 可这时 一旁的尖叫却使用了超能力 不过他这么一喊 反而被屠杀一下给扇飞了出去 随后屠杀一声嘶吼 就向毒液发起了攻击 而毒液也飞身蹦下 一拳打向了屠杀 接着他又是两拳 飞身变来了一技猛砸 可当屠杀站起来后 只见他顺势跳过来 又将毒液反手镶在了墙上 随后屠杀并大身躯 就要干掉毒液 不过毒液几口咬碎出手后 他又将屠杀一脚给踹飞了 可这时 突然一声整点暴石 直接则把两人震回了原形 接着他们再次变身 抱在一起就又撕打了起来 在旋转中 不过下一秒 毒液就被屠杀狠狠地撞到了地上 随后屠杀又将安妮抓起来 给带向了空中 并且屠杀为了不想再被尖叫声袭扰 于是他还把尖叫插了起来 即便卡萨迪想要出来阻止 但屠杀还是把他塞了回去 并把尖叫给勒晕了 与此同时 毒液这边也勉强爬了上来 就在安妮马上又被屠杀吞了屎 只见毒液飞身蹦下 便救下了安妮 但毒液也在把安妮送回地面后 几乎没有了还手之力 可就在这时 昏倒的尖叫也在此刻醒来了 可他刚一爬起 就被毒液又给挡了下去 而这个女人 则又再次尖叫了起来 伴随着毒液跟屠杀双双变回圆形 在掉落中 毒液及时钻出来 接住他人身体 便把艾迪给救了下来 不过另一边的两人 还是分别摔到了地上 就在屠杀想要重新回到卡萨迪身上时 他却被毒液一脚把他给踩住了 接着毒液便将屠杀一口给吞了下去 然后他又抓起卡萨迪 也把他给解决了 在影片结尾 当艾迪在家中看电视时 房间突然一阵剧烈抖动 随后他们在电视里 居然看到了关于蜘蛛侠就是彼得的报道 那么有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白狼 我们下期再见